哈嘍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是力震的第二天 就已經有小粉,包含在台中配拍片吃台灣豆腐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台灣的同胞們,力震受的災害 只要你們開口,要錢有錢,要糧有糧,災後重建 不要你們花一分錢 只要你們開口,負債累累的我,決定捐一百塊 記住,祖國永遠是你們的後盾 我不知道這個後盾有多強啦 如果我們撇除掉反串這個立場來說 建議你先去救一下你們中國今天下午發生的大冰雹 造成了非常多人的S跟受傷還蠻嚴重的 先把你的一百塊捐過去 好嗎?如果你這一百塊捨不得捐給中國冰雹受災戶的話 留下來以後維權用 而且你們千萬不要來 來了會桌州擺拍 來了湖北洞雨也會擺拍 來了會押新聞如同上個月的貴州上火一樣 過了好幾天才爆 來了會把老百姓捐的貴州羽絨衣通通轉賣掉 對吧?而且你說這句話像一個例子 萬曆二十五年 紫禁城發生了大火 這個時候一群流寇就說 嘿!我們要幫助你去修復紫禁城一樣 你行照不宣版對吧? 接下來還有這個中沛加大孩子拍的影片帶大家來看一下 媽咪快看你來的那個龜山島斷裂了 對啊這次地震真的很恐怖 媽咪你知道龜山島斷裂代表什麼嗎? 什麼呀? 龜山島!龜山島的鬼啦! 鬼鬼鬼鬼鬼啊! 其實我上網找了一下 龜山島並沒有像大家喘的那樣 整個龜首全部斷裂並沒有 只是部分小崩塌而已 好!我們按照這個中派的邏輯 如果是這樣的話 貴州山火毀了大半個貴州 回歸!回歸!要回歸大日本帝國 還是要回歸建國有三百多年的大理國呢? 畢竟大理國也是曾經佔領過貴州的 大宋帝國也沒有入侵過大理國 雲南貴州那塊是屬於大理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是後來不巧啊 大宋跟大理被蒙古給消滅啦 那河北水災我也可以說 毀河毀河 回歸大河民族 肉麻當有趣 天天把自己孩子推出來當槍跟劍拔 玫瑰與槍啊 而日本X-JAPAN的團長 宣布捐款一千萬日幣給台灣 X-JAPAN那一首多文句的歌我也蠻喜歡聽的 當然很多人也表示 X-JAPAN你捐錯啦 你捐到紅石智慧呢? 捐給紅石智慧呢? 等於沒捐 也有網友表示 不要捐錢給花蓮縣政府 要捐就捐給其他機構 或者是中央專戶 當然很多人應該都有印象吧 18年的花蓮地震 有網友就指出啊 花蓮縣政府收到的捐款大概是21億9千多萬 卻花了一千三百多萬去製作救災光碟 然後給那些捐款人 被痛罵 因為我們捐款人根本就不需要你有任何的回饋 因為我是救災 對吧? 而還有網友翻出啊 花蓮地震即時節目拍攝與國際宣傳服務的這個標案啊 剛好也是一千三百多萬 你當我們這些通都不懂隱私業 我還本科的呢 這樣一千多萬你標給我 我品質高他20倍啊 還有網友指出啊 18年的時候 0206地震災戶捐款管理 以及監督委員會總召張善政 拒絕公布花蓮震災捐款流向 不管如何啊 日本的全家總公司也宣布啦 全日本一萬六千三百多家的超市 將進行募款為台灣加油 而最暖心的是什麼呢? 微博今天出手把一些嗆台灣天災的帳號 大概340多個給封了 雖然他上面還是要吃豆腐寫個台灣神 不要跟我說這個是中華民國台灣神啊 鬼都不信你微博會有這個認同啊 那其實那為什麼微博這次要封呢? 最大的原因還是啊 這次地震中國非常多的城市 自己都被影響到了 而且現在越來越多中國網友看到 欸!如此大的地震 在我們台灣啊 竟然比這個我們想像中啊 還有在他們中國發生的地震 災情情況沒有想像中來的大 為什麼他們的建築物跟他們的這個設施啊 看起來破破爛爛的 卻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影響這麼大呢? 還有網友也翻出來 欸!你看為什麼台灣的官員啊 都會穿那個什麼自己秀名字 在上面哪個單位的清清楚楚 我怎麼從來沒見過我們家的市委書記啊 還有這個人大代表啊 政喜啊 穿這些上街 然後跟民眾近距離的互動 即便還有一些中國網友啊 為台灣加油 但他們還是會吃豆腐的啊 因為啊 他們常會說什麼? 台灣同胞加油 大家都是中國人啊 為中國台灣人加油祈福 明面上是沒有說什麼台灣人全部去A死 但這也是吃豆腐啊 因為他把我們認中是他們的一個神 那或許這個時候有人會說 欸!誰管這些啊 只要有祝福不要詛咒我們就好了 你不用想他怎麼認同我們 如果他們今天真的抱持著這種 欸!我稱心地祝福你 我不管你是哪國人 我也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國家的人 那何必再加一個中國台灣 再舉一個例子 今天中共要出兵打台灣 因為我們拒絕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 而聖上做好準備了 由中共指派台灣省長跟台灣省委書記 共同治理台灣 因為畢竟在兩會上 在中國的正式場合上 都把台灣稱作為省 而不是稱作像香港特別行政區那樣 對吧? 你們小粉不要比我 還不了解你們自己國家的體質哦 如果發生以上這種戰爭狀況 請問那些曾經祝福中國台灣 平安幸福的那些人啊 這個時候會出來說祝福台灣打贏 擊退共產黨 台灣一定要挺住 天佑台灣 願台灣不要有人A死 都是人命關天的事 他們會發這種文 不會因為價值觀衝突對不對 所以這種糖衣毒雞湯 台灣人還是少喝 少餵他們洗地 當然我頻道還是有非常多 支持一邊一國的中國網友 在我的IG私信 或是在我IG上 在Youtube下方留言 祝福台灣 而這種人他們的立場跟價值觀也是一致的 在台灣被中共文攻武嚇的時候 他們不會突然倒戈說 你是中國台灣人 我們都是炎黃子孫 我們要怎樣怎樣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才同情台灣 我才支持台灣 而前幾天啊 中國廣西樂團回春丹 在出發來台灣的時候 於IG跟微博上同步大喊 我們要從廣西來到中國台灣開演唱會 就被許多網友痛罵 而台灣既也取消他的演出 台北華山則照常演出 而當回春丹在台北華山的時候呢 被一群台派拿著台獨旗制 還有這個藏獨旗 抗議並大喊 一邊一國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等口號 這個情況被很多對中共一知半解的小草們 出來痛罵台派 太極端了 你們這樣的行為跟粉紅有什麼區別呢? 你們就是綠共吧 一點民主素養都沒有 呵呵 我想說啊 不倫不類的類比 今天日本藝人 如果準備去中國表演 並且在IG跟微博上 說什麼呢? 我將從東京去日本上海演出 欸?大家猜會怎麼樣? 微博肯定是第一時間被罵 被微博的黨支部給刪除 並且該帳奧會被禁言10-30天不等 最嚴重封號 而他不可能在中國會有演出了 這個藝人絕對在中國被封殺 中國外交部的記者會上 一定會講到這個議題 然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會嚴正抗議 並且要日本政府交代 你們家的國民是怎麼回事呢? 不好意思啊 如果日本今天藝人真的這樣做 那中國政府的行為跟人民的行為反應是非常正常 那我們平常在笑小粉紅是在笑什麼? 在笑沒有這些前提下 他們去亂講話 譬如說我今天看到一個寶特瓶的瓶蓋 我就說因為他是紅色的 他是日本 所以我要批鬥他 這個才是我們笑他們的行為 對吧? 所以你們舉的例子完全不倫不類 大家還記得今年年初啊 不是一群粉紅在英國倫敦車站 要英國人在英國遵守中國的法律 引燃歐美娛樂圈的軒然大波 被痛罵被恥笑 為什麼? 因為你在人家領土上要遵守你國家的行為 不就一樣嗎? 那難道這些小草們會說 歐美人好極端喔 沒有民主自由沒有言論自由 嘿! 所以今天這個行為不是也一樣嗎? 所以被我們罵這不是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嗎? 你看為什麼歐美的人反應跟我們是一樣的 難道那些歐美人也都是小粉紅嗎? 也都是小綠共嗎? 所以小草們拜託你們的國際觀拉高一點 呵呵呵呵 再來 如果日本藝人說了這種話 上海曾經被日本佔領過啊 所以你現在這個意思就是 日本要再次施行軍國主義佔領日本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又會大量勾起中國人的反日情緒 畢竟你已經說出來了 這不是農夫三權那種隱喻暗喻的方式 不是耶 反觀今天有日本藝人發文表示說什麼呢? 今天我們將從大阪到日本朝鮮的金城府 也就是現在的首爾 開演唱會 你看看韓國人會不會集體嗆聲跟你抗議 韓國人的愛國團結心也是非常高的喔 絕對跟你抗議到底 那這些小草們 那些韓國人是小粉紅嗎? 那些韓國人是小綠共嗎? 所以啊不要再拿這種不倫不類的對比 你如果要對比 請你弄一樣的前提 今天小粉紅的主張是什麼? 我們要去侵略你 讓你變成我的一部分 那我們台派的主張是什麼? 我跟你不同國 我也不會去侵略你 我也不會主張你是我的一部分 我的底線在這 你碰了 你胡言亂語了 你就會被我抗議 這行為不是很正常嗎? 而今天就是因為我們民主自由 我們有法治 所以我們就在旁邊抗議 我們不會去打他 我們就只是喊我們自己堅持的口號 那今天在中國呢? 不好意思你會被抓到公安局 因為我頻道做了這麼多年 穿個和服就被抓去公安局 多少了? 幾個了 如果你們沒有讀書的話 千萬不要再拿文革發生的事情 套在台灣現在的身上 差個十萬八千里 如果你拿文革那個時候 來對比現在的台灣的話 你就是絕對不尊重當時文革被迫害的中國人 我問一下 為什麼在德國不能舉納粹席? 難道德國不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嗎? 為什麼在波蘭不能宣傳共產主義? 難道波蘭不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嗎? 蘇美冷戰時期 你知道連奧本海默都被打成共產黨的同路了 為什麼? 時代背景為何 當時在美國有非常多的蘇共特務對吧? 在美國宣揚共產理念 試圖利用美國民主反轉策劃美國 當然這是他最終目標 他希望達到 你不要以為沒有用 不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跟巴法利亞蘇維埃共和國 還有等等的這些蘇維埃共和國 他們是怎麼成立的? 華約又是什麼呢? 而當時美國事實上 有一些蘇聯的特務 但更多的是什麼? 以為自己思想很先進 很國際化的小草門 也就是被我們稱為有利用價值的笨蛋 他們會去同情蘇共 越共中共 並且覺得我們自己國家不應該去反抗他們 對吧? 我們就過好我們的生活 你管他幹嘛勒? 即便他們對我們有侵略主義 我們也不用管他啊 並且同時他們也主打 美國福利跟共會要走向左派啊 來社會主義的方向去走 那當然 這個是要取得平衡的 但是 但是他們當時在做這些抗爭的時候 恰恰很多時候會說出跟蘇共跟中共一樣的理論 那我就問 這個時候被敵人拿來利用 在加大宣傳 去加大利用你的民主 去顛覆你的民主 請問美國政府 他能怎麼做? 他能怎麼辦? 能怎麼防呢? 所以對抗蘇共主義的反面 麥卡錫主義誕生了 一定是一個攻擊一個防守 那這兩兆相碰一定就是互相的極端 這不是很正常嗎? 如果追溯到更早期的麥卡錫理論 麥卡錫主義 應該是在1917年到1920年的第一次紅色恐慌 那個時候就在美國慢開來啦 所以為什麼後期的奧本海默 會成為兩兆對於的犧牲品 然後被自己所謂的美國政府鐵拳 你看我幫美國做了這個原子彈出來 但是我還被美國政府懷疑 還被打成這個蘇共同路人 就我們現在上帝視角來看的話 確實會覺得美國政府好像一刀切很不可取 但是我們回到當時那個美國時代的背景 好像美國沒有比較好的選擇 還有比較好的辦法去防範這種 要侵略美國的民主 還有滲透美國的技術 諸如此類的方式了對吧? 如果美國政府當時就學小草們這種隨意而安 打我一巴掌我還送他兩巴掌這種 我也要同情你嘛 你從小接受就是蘇共教育嘛 對吧? 而且各個方面就是料敵從寬 那請問現在還會有美國嗎? 現在是蘇共的天下啦 美國早就不是美國了 美國是美共 蘇聯扶持的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了 如果美國一旦成為美共 就不會有現在的創新跟現在的科技 改變我們現在人 生活品質提升的這些生活 全部都不會有啦 所以啊不要跟我印象什麼 政治歸政治 音樂歸音樂這種屁話 如果他今天不主動以樂團的身份 來發表政治言論 他會被這樣抗議嗎? 台灣人有在他來之前 逼迫他表達要支持台灣跟中共是不同國家嗎? 沒有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他不能發這樣的言論 我們也沒有去做這樣的訴求 這才是同理你從小的接受環境 但你今天來了我的國家 你也要知道我們從小的生活環境跟你不一樣 你今天到我們的領土 你就閉嘴少講話唱歌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什麼他從小怎樣怎樣 音樂人哪懂這些 音樂人最懂這些了 音樂人要到世界各國去演出 他們最懂這些了 而且任何一個中國人 但凡在中國接受過九年教育的 都對政治非常敏感 我有說錯嗎? 有關政治的人 什麼樣的話能講 什麼樣的話不能講 該低級紅高級黑的時候 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比較不會被發現 其實在中國玩音樂的 誰不會翻牆 你不需要翻牆去歐美日韓 台灣看看那邊的音樂是怎麼樣嗎? 類型是怎麼樣嗎? 翻過去這些國家 結果你對這些國家的生態跟政治一無所知 完全不可能事情 難道你今天去越南旅遊 去北韓旅遊的時候 你會不知道 北韓跟越南 它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話 那我應該注意什麼事項 這些你們都不會知道嗎? 所以不要再跟我說 政治歸政治音樂歸音樂這種屁話 1804年拿破仁稱帝 神羅的音樂家貝多芬 鼎鼎鼎有名對吧? 他當時對法國大革命 對這種追求自由博愛平等的權利 感到非常的榮耀 所以他本來要寫一首歌 叫做第三號交響曲給拿破仁 結果沒想到拿破仁稱帝 他非常氣憤啦 所以就把這個第三號交響曲 改為英雄交響曲 不給拿破仁了 音樂歸音樂 政治歸政治 幾百年前的人就跟你講了 沒有這種事情 1996年 麥克傑克森的演唱會上 出現了一輛坦克車與士兵 麥克傑克森擋在前面 最後用音樂感化了士兵 不要再亂S人了 不管這個是暗諷8964 或是反奉美國自己 都是反戰思維對不對? 不要戰爭 那請問音樂歸音樂 政治歸政治了嗎? 麥克傑克森是不是天王? 是耶 那出版音樂要不要合法合規 合法合規是不是政治? 是啊 今天你女兒啊 你老婆啊 譬如說叫陳小美好了 結果我啊 跟我身邊的所有粉絲 都天天叫你的老婆 你的女兒叫做 八九老婆小美 你鄰居 天天也這樣講 你只要一出家門 全部人都這樣跟你講 我們不要說全部人 八成的人都這樣跟你講 你去菜市場買菜 去買早餐 哦 八九老婆小美你好 你旁邊這是什麼? 哦 八九老婆小美的仆人 男仆人 你好 天天都這樣跟你講 好 我就不信你能做到 你看八九從小的教育就是這樣嘛 他粉絲從小的教育也是這樣嘛 早餐店老闆娘的生活教育也是這樣嘛 反正老婆就是在我旁邊 我不管她說我是奴才還是什麼 反正我這個老婆其實是八九 這無所謂 反正我老婆天天跟我們在一起 你八九跟這些人就是口海 就是意淫而已 我跟你說 如果你夠愛你的女兒跟你的老婆 你都會試圖去阻止我們這樣亂講話 甚至會去告我們性騷 如果你忍不住 你甚至會對我們動手 這個時候的你們聖母了嗎 然後你回去跟你父母抱怨這件事情 你父母就跟你講 你千萬不要去解釋跟抗議 因為你只要去解釋 你只要去抗議 這種行為通通都是粉紅 那你這樣跟八九行為有什麼不一樣呢 請問這時候你心中想法是什麼 你怎麼想你這位家人 所以你們都做得到自己 心愛的人被這樣一吟 每天長達七十幾年 那你們真的很棒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是吧 下次再見